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全手没有过的颜色 之前完全没有过很斯文的一件裙子 基本上我们新年前所有的那些连身裙 我们都没了,都没有size 你用你的搭带转了 是 这样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全新的颜色,我身上这个是pitch pink 它有点pitch color,又有点带很浅粉pink这样子的颜色 比较新的颜色,你看飞子啊 它前阵子也是刚刚穿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是走在fashion的前端 真的,我最近还看大牌子有卖一些白衣裙啊 不不不,我要讲白衣裙 对对对,不是很贵啦,$199罢了 $199,就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它copy我的 所以我也在这里讲,我要看它拿版权费 所以它copy我的,不是很贵$199罢了 那个姿势你们已经穿烂了 给你进去看小细节 这个是比较简 因为我们知道UFO过年是 对,比较比较formal 然后比较有款式的那种formal的连生群 没有这么花俏 因为毕竟是过了年,我们不想做太花俏了,OK 就比较简单的啦,还有款式的连生群 那前面就这样子很简单,两个折啊 这边两个折,然后这边有多一个折,OK 这边有这样子多一个折,三个 前三个,前面四个 哪里四个 哦,那不是我在前面这边 前面这边是这样子斜的,两个折 然后中间这边有多一个折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 袖子一样,我们用了雪白面料的袖子 然后很特别的就是这一整排扭扣也是钱来的 整排扭扣啊 扭扣是款式来的啊,不能够开 就是我们做了阵子啊,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做货款啊 每一个小细节,这个袖子的宽度,长度 我们都有跟厂家feedback 我们要怎样的宽度,怎么样的长度 我可以先整理,整理穿起来哈 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 就是不是不协调是它的款式 不是,因为它看错了 啊,因为为什么呢 有些顾客他们是很要求很balance 有时候他们是穿在身上是因为 它这个的折的关系 它是属于稍微一点点的不规律的折 这个的款式 啊,款式方面也是我们特地要求厂家做的 这个外面是找不到的 这个也是经过改良改良把袋在推出 为什么改不出,就是它的折 它折来折去折不对,不是我们要的折 也是经过改了,改了 然后我们再推出它 如果你的size,我一样啊 一样是穿M size就好 好,我是穿着M 这个,ok 这个我是穿着M size 那么如果是根据尺寸啊 你们能接受贴身 多一个2cm是没有问题 因为面要弹大,可以大身 上为腰,下为大身都还有空间 这就穿在我身上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跟我的尺寸下单 这个大概叫M size 数量不多啊,这个特别的颜色 我身上这个色非常好看 三个色啊 全新的颜色是我身上这个pitch pink ok 可是PEP39价钱 西马的价钱是109 东马的价钱是15 三个色 最深的颜色有这个terquoise blue 这个terquoise blue也是有过一两次而已 ok 有过一两次很多顾客都还在找的一个颜色 它是属于比较暗的,暗的来又比较鲜的,比较鲜艳的颜色 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款式是没有做黑色 就以这个terquoise blue来代替了 然后另外一个色就是这个silver grey 这个silver grey是有点带蓝色这样子 可是你镜头上可能看不到它有点很浅 很浅,银蓝色这样子的那一颗效果 跟你之前买的那个silver grey是完全不一样的 三个色,我身上的pinch pink,silver grey加terquoise blue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 没有口袋 这个bell是大一屎 这个bell我们这一次选了一个这样子椭圆形的头 ok,这样子的款式 然后就像他讲的 它这一边是这样子两个折,然后这一边多一个折 拉链是在后面 一样的长度就是大家大爱的 我们做货款大爱的那个长度 就是Belonnie的那个长度 后面有开叉 ok,后面是有开叉 袖子呢,就是选了雪房面料的袖子 然后Julene,这个是thecoil blue m-soul 袖子这一边的扭扣啊,是款式来的 不能够开,它袖子是刚刚好就是 那一个应该是属于七分袖吧 ok,七分袖,ok 不要那些想要遮手臂又怕穿 如果整件面料用一样的面料 可能有些说我怕热 可是这个就刚刚好 因为我们是选了雪房面料的袖子 你要很显白,很显白的颜色 然后一个新的颜色 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一件的这个pinch pinch pink,全新的颜色 我双方我做过款来讲 我是没有做过这个颜色的旧对了 前面这边很斯文的一个款式 它简单的来啊,是有款式的啊 一些像我刚才讲呢,因为过了年之后 我们不会做太刮俏的款式 就是毕竟是比较formal的就对了 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尺寸方面呢,就是我们很standard的 做货款的那个尺寸 主持人跟助理一样,这一件穿M siz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边腰这一边还有多一个两个小折 主持人跟助理一样是m size 在这一边啊,裙脚这一边的包囤款啊 你要去外面找这样子的包囤款 像助理讲啊,真的是 买到199你要偷笑了 没有啊,到底没有,真的 之前我们没啥,我们常常讲 我们卖片是我们有故事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啊 我们一开始我们中网卖 我们是以这样子的裁剪啊 我们卖个99%的裙子都是这个裁剪的 所以说,为什么到精实精致 我们还是会坚持要这种款式 接下来会慢慢减少 是因为成本太高 加上是我们有些顾客 从我们开始啊,10年前 跟我们到现在,我们正是有10年前的顾客 跟我们到现在,他们还是有一批顾客专找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会坚持就做过这样子 这样子的款式 然后我们的成本非常高 可是我们的 profit是没有交 我们的 profit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 所以说,你们要找这样子的 真的,你带走三个四是不回错 不回错,因为基本上三个四都是不同系列的颜色 对,不同系列啊 我选了不同系列的颜色 讲真的,有买过我们这样子 就是Customer连身裙的顾客啊 他们只会 stick to我们的连身裙 是因为他在外面找不到这样子的裁 而且所有的裁剪我们都是经过改良啊 因为这些是真的是 熬生的可以做出来 然后为什么说我们每次都需要改呢 所以跳过这些折啊,也是有根据的啊 就是说,有时候他们的版回到来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款式真的改了很多次 因为它是折折不对 OK,你们碳的时候记得它啊 不要把,对 碳的时候啊,尽量把它的线 碳比较那个 因为这个的小助理把我的线碳平了 所以说,我的折就没有看到这样多 基本上它是这样子的 当然你穿起来你撑 所以说,尽量把它的线啊 这个线,看到吗 你把它碳的比较有骨一点 穿起来就是比较有款式 不要把它碳平啊 不要把它碳平啊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呢 跟我们这些的款式就属于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它就前面这边啊 它就只是属于不规律的一个款式啦 OK,所以说,要找这样子的包囤呢 你们上班需要这样的款式 带走上一个是不会错的啊 这个因为一,你们不要去外面找 找到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个价钱 因为现在只是说,东马是115 的话,西马是109 就可以带走了 如果你的size是一样啦 可以带走M size就好了 那么穿到我身上呢 那身是还有空间的 等下啊 那这次有空间啊 我发到这个腰带 OK,包括下围 然后腰尾一样 然后上尾一样啦 因为这个的面料方面呢 就连身裙来讲 它是属于最大最大坦密的一个面料 这个面料成本是非常高 先生品啊,这个面料是非常重的啊 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新的顾客 他们买到收到呢 他们就会 send一个作文给我们说 面料很不好 太重了什么之类 之后呢,他穿了上去 他还知道 哦,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这个面料这么重啊 因为这样子的面料 穿起来才有这种效果 它会比较挺的感觉啊,OK 所以说先生品这个面料是属于重它 因为有时候不会说 哦,我不喜欢重的面料什么之类 可是就是只有这个这样子重的面料啊 才适合做这样子包囤的款式啊 我们是试过了很多面料 这一个面料是属于最适合的 OK,是最适合的啊 所以说面料方面是 为什么说东马西马有两个不同的价钱 所以它的面料太重 我们游击方面呢 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就有调整了粉丝马的那个 所以价钱啊 所以这个款式你们真的很喜欢 OK 你们可以选择带有三个颜色 不错啊 我是穿着 这个是The Quad Blue啊 上一个色里面 它是属于最深的颜色啦 我是穿着M size 来,如果你要另外一个显白的颜色 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Silver Grey 它是属于比较corporate的颜色 就对了 非常显白这个Silver Grey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款式 也是类似这样子灰色 可是很多顾客都买不到啊 尤其是S和M的顾客都买不到就对了 OK Quad是PDP39 价钱是 啊 西马的价钱是109 东马的价钱是15 这个Silver Grey跟之前的又效尾不一样啊 因为我没有选择一样的颜色啊 这个是有一点点带蓝 可是可能你在镜头的时候你是看不到 可是你买回去 如果你之前有买过啊 你对比之下是对比得到它是有分别的 然后我身上这个是SUPERWAY 很斯文的一件裙子 袖子就像我刚才讲 我们是用了雪防面料的袖子 以防有些人说 我有太多整件面料 连袖子也是这个面料的 有的时候咸热之类 我们这一个款式就选了雪防面料的袖子 然后袖子这边啊 这些扭扣啊 真是一粒一粒算钱哦 真的是每一粒厂家他们做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不要 可是我们就觉得 如果我袖子这边 没有这些扭扣就很单调 可是我加了扭扣又不同 款式就不一样了 拉链是在后面游上往下的 游上往下啦 讲真的 你要找这样子的fitted dress啊 你照片面真的是很难找到 找到的话价钱不是这样子的价钱 或者裁剪不是你们要的裁剪 因为这个是我们像助理讲的 花了好十年的那个功夫才 我们要十年的功力 花了十年的时间啊 才研究到最perfect的 真的每个小细节 连袖子的绣靶啊 袖子的那个 这个雪盘 所有都是经过改良 对了 宽度什么之类的 直啊 就是那些所有的小细节 包括就是 裙脚的收口啊 所有的小细节都是经过改良 袖子这个雪盘 它的宽度多少 我们都有提供给厂家 为什么呢 有一些宽度太大穿了 就觉得感觉到它不够服贴 又没有那个效果在那边 然后 GIN你的是pitch pink啊 S然后是到Suling 你一样是pitch pink 然后你是M size 一样是肩膀 这个小细节啊 然后这些折的小细节 我们都是经过改良之后 才有这样子的效果出来 就对了 你讲错了 我又觉得这个行纹 它很浅 它很浅很浅的 它有一点带针 是很浅很浅的蓝 所以它看去非常显白 就是因为这样子 全新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全新的颜色 这个是完全没有过的 这个真的 我做货款里面 Totally没有过的颜色 可是酒模式上 那个色也是有过 只是说是效率不一样 不一样 效率不一样 OK 这个会带有一点蓝色 我之前有新年前的一个款 它是带灰比较多 可是我这一件 就有一点带蓝这样子 银蓝色这样子的颜色 对 对 Pish Pink S 你这两个色 要的赶快 因为我这一件的数量很少 比较少 因为面料的关系 就是说 它们有规定说 你这个面料只可以做 这一捆面料你一定要用完 只可以做几件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批来的数量是比较少 来 那也是在后面 由上网下 所以我跟助理讲 我要回去上班 那不是因为要做工 因为还要穿衣服 要穿我自己美美的裙子 真的像我们那个年代 找这样的裙子 真的会很难找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坚持 还是要做回 就是因为真的 我们有一群顾客 只是买这样子 fitted dress 然后他们每次 都是包色的 对 它不管你什么款式 它讲只要是你 custom made的 你直接inbox我 可是我们通常是没有inbox 它自己会来找我们的 它一定会来的 它一定会 没有时间找 没有时间找回它 就对了 它一定会来inbox我们 我要包色就对了 像刚才助理讲的 新的顾客 买了之后 你就知道了 这个面料是很好 不是lousy的面料 所以为什么它这么重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厚重 它才有这一种效果 所以说 不是说 呃 呃 有些顾客说 为什么跟你直播的介绍 不一样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不会说介绍另外一件 寄另外一件给你 我们不会啊 我们也没有另外一件寄给你 它是属于众生的面料 先声明 尤其是新顾客 你穿上去的 你就知道它的区别在哪里 你买了 你穿了 你就知道我们讲什么了 对啦 你可能你收到有些人是不喜欢 这样很久了 因为可能他们在外面 也非常难找到这样子面 为什么呢 没有厂家要做这个面料的 是我们特地管 我们的独家款 我们才坚持要用这个面料 为什么要呢 就是因为这个面料才有这一种效果 我们试过换面料啊 很大区别 因为我们有在传家打扮 用不一样的面料 我们比较轻薄的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 传起来 就是没有这个效果 所以说真的 你们要找这样子包困啊 这样子的裁剪的话 要好好珍惜这几个款 越来越少了 因为成本真的很高 成本起一倍 可是我们的 profit 没有加一倍 反而比之前 我们十年前 卖的 profit更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定义说 成本已经高了 我们不想说 把那个 cost 加进去 所以说 一样就是说 成本越高 只是说我们 profit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说 你们要这样子的款 是赶快啊 呃 确实是 过了这个款 可能还是 还有一到两块之后 会比较少 可能会是 三五个月之后的事情啊 也不会这么多的选择 为什么成本真的非常高 三五个月 尾东话 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会是什么价钱 所以说 这个我们还是给你们 旧价钱啊 记得啊 这个我们还是给你们 旧价钱 所以说 要找包困了 很喜欢这样子的 可以 可以选择 带着三个色 我是穿的 快blue 然后呢 我的size 是m 可以 我身材着m 来 我换了这个 terquoise blue 最深的颜色 是我身上这个 terquoise blue 你要比较深的颜色 选择的话 你可以带走 我身上这个terquoise blue 可是 PTP 39 价钱 东马的价钱是 109 西马的价钱 是115 我可以 就像他讲 因为他变量很重 啊 记东马的 他是 每一件啊 百中 一把两个gram 就会一直加 一直加 它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kg加 一百个gram加加加加加加 然后长度是我们惯用的那个长度 就是beloni的长度 不要看走路不方便 因为我们一定会考量到这样子的长度 走路会不方便 可是我们考量到后面我们是有开草 OK 三个是 面料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每次我们做货款的那一个面料 像刚才就跟你讲 新顾客 你试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面料是有原因 因为只有这个面料才有这样子的效果出来 包囤包到很美的就行了 所以说记得烫的时候 我要先把那个线条 烫出来 新助理 烫错了 你看 它把那是应该这样子的烫 这样子两个纸 把他的补烫出来 把他的补烫出来 OK Silver Gray 这个是Pitch Pink 加我身上的Turkois Blue PTP39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到X 有到XR 这样一个 助理这一件是穿M size 袖子 像刚才讲的 袖子是雪房面料的袖子 然后这边的扭扣的款式来的 不能够开的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 所以要找那种Fitted Dress 找这样子比较formal的裙子 不要错过这一款 这一期 after这一款是 何时何夜何日 还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刚才开工 也刚才开工 加上我也会让他投胎 因为基本太搞了 还是很急 加上刚刚开工 就算我们做货的话 也没有这么快 Irishan是Koi Blue M送的 然后基本上 我们新年前有的款式 都卖完了 我印象中的话 有的话 也剩下最后一件S 最后一件 你看我还记得 就是剩下最后一件 就剩下最后一件 为什么会不记得呢 就那么一件 每次我post那个video 顾客就问别的Sign 每一件 错过你的东西 每一件都是sold out的 因为那个是repost的 对了 不是直播 我们的直播是每个星期二和四 7点半 对了 7点半 其他的都是重播 不是我们在直播 因为有些顾客新顾客 他讲你们刚刚我在直播下班呢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 你在直播也就卖完 我们是重播 OK 所以要的话 找这样子的连生群 一定要带走这个款就对了 看多一次颜色 你要全新的颜色 做货款来讲全新的颜色是这个pitch pink啊 很斯文很斯文的一个颜色 加上也是最近会流行的颜色 你不相信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因为最近去年年尾飞子才选择穿这个颜色 是非常特别的起动 总之是你要找报酬款是三个色带走 三个色带走啊 因为三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颜色 PP39价钱 东马价钱是 115C马的价钱是109就对了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报款回货的小背心啊 这个小背心 你要很多